啊 那個是要打我意思嗎 應該是沒有吧 啊不管了 哇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 Old Man 是的 我們又回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一樣開始要蓋蓋蓋 找找找 抓抓抓 然後呢 探索新的事物齁 那怎麼說呢 老頭呢 自己私底下稍微晚了一下 就發覺 嗯 他跟一般的方舟生存進化 真的是還是有點差別的啊 還多了一些野外任務 然後還多了一些就是 可能以後會學到一些魔法之類的啦 魔法棒棒啊 不然就是一些特殊能力 啊每一隻恐龍的能力呢 在方舟這個方塊世界裡面呢 跟方舟生存進化的這些生物 名字雖然一樣 但是功能卻不盡相同 像是種頭龍好了 他的那個衝撞攻擊 我記得在方舟生存進化好像沒有這個功能的樣子吧 總而言之呢 我們待會就準備呢 要先去 探索應該是等一下再去吧 我們現在先稍微看一下我們的藍圖 因為老頭等級也練得差不多了喔 我們練到了幾等啊 等級在哪裡啊 這裡 14等 我們練到14等 我們先看一下可以點什麼 嗯 負重其實不用呢 我發覺這個遊戲吃不太吃負重欸 我們來點一下抗性好了 我覺得到外面抗性應該蠻重要的 他應該會牽涉到一些就是地形的一些氣溫 抗性夠高可以耐比較久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藍圖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往這邊這個 木頭的地方開始發展啦 我們這個毛草這邊實在已經結束了 然後你們看到會這邊什麼 有至今記憶啊 這些東西等級都在20以上 30以上 這邊有10等的傳送門 在那邊衝撒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需要花一些野外撿到藍圖解鎖的方式 才有辦法獲得 各種奇怪怪的東西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我們 這個小屋吧 這什麼東西啊 魔紋地毯 一張奢華編織可以用來 裝飾你家 這都裝飾品喔 裝飾品好酷喔 可以晚一點再學吧 他技能點數被擋住看不到欸 還是他本來就沒有技能點啊 他沒有技能點啊 他是直接學起來的喔 原來如此 天花板地基台階木製牆 長矛陳列架 我們先做一些重點啦 那些不是重點都先別做了 木製欄杆可以 標記 標示板 木窗 尖刺 烹飪鍋 研磨器 石鎬 服裝設計台 哇 後面這東西都可以做了 我的天啊 哇 我們能搞的東西太多了 我覺得這遊戲要玩很久了 哇 這好酷喔 鯊魚頭 這什麼 骨粉 甲殼樹 我們可以先弄個工作台之類的 有沒有 不過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待會我們再蓋 我們先不急 因為我現在已經做了複劫龍的鞍了 我想要抓一隻複劫龍 可以嗎各位 彈弓 檢疫床 力士火把 還有什麼花盆 可以種是不是 水袋 我們終於有水袋了 我們能做的東西好多 黏土牆 好 可以慢慢來 慢慢來 我們能搞的東西超級多 我今天這一集可能做一下就沒了 一下一下就沒有了 老頭私底下呢 也稍微挖了很多木頭 我木頭我要去哪裡了 我看一下我的木頭 你把木頭去哪裡了 在這裡在這裡 我們大概弄個 將近快五組的木頭 我們茅草丟進去好了 我覺得有點重 然後這個 茅草系列的就可以直接放進去 不管他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弄一下 木製牆 牆壁已經可以做了 他們材料都只要一喔 哇塞 太佛心了吧 我們可以蓋一個這個台階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台階蓋之後會怎樣 我來看看 阿外台階勒 會不會強制放在快捷鍵上面 可以這樣上來 讚 以後我就不用跳了 太棒了 好的 我們先做一下富捷龍鞍好不好 有點想要先騎一下富捷龍 看一下他到底有什麼功能 剛好我們材料充足 他做的好快喔 我們可以做這個水 火把弄個四隻 弄個三根好了 三根火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火把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需要放那個木頭在裡面 因為我記得方舟的火把是蠻鳥摸的 這是插在地上的喔 怎麼辦想一下 會不會自己亮阿 這直立式的不一樣阿 好吧那既然直立式的我們就先這樣子好了 哇是要放東西在裡面的耶 哇 可以丟嗎 恩 阿這要怎麼點鞍 木頭或茅草阿對阿 阿丟了30 晚上了晚上了 太棒了 點 哇 照亮您的心 恩 好不好我們現在做了複傑龍鞍了 我們去抓一隻複傑龍好不好 我是沒看到複傑龍阿 但是我看到了一隻雷龍阿 哇 我只是要一隻複傑龍有這麼困難嗎 欸我還有三角龍看到了 哇 齒性雷龍 這麼大一隻 是可以靠近馴服還是怎樣 70等才可以 好 好你贏了你贏了 喔有了有了放了放了放了 要先對盜才行阿 好我們就做 我們就做個幾個 做20個好了 好讓他慢慢燒 他們這次的這個燒 這個肉呢 先把他點掉 熄滅 這次的這個肉呢 是要用製作的方式去獲得阿 他沒有辦法像以前方舟就是放在裡面烤 他自己會生這樣不會 不太一樣了 好不好 好我們複傑龍勒 好這邊有一個機器 好然後這邊有一個種頭龍的蛋 我撿了種頭龍會不會靠我 種頭龍勒 好看來我撿種頭龍的蛋 他沒任何反應阿 來來來 我們來抓我們的複傑龍阿 來吧寶貝 抓 好 到底需要有點時間 好們終於有一隻複傑龍 什麼聲音 哇哇哇哇 哇哇哇 我撿蛋 他生氣了 哇 連富杰龍也要尻盒 我打到富杰龍去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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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錯 對不起 啊 早早不要撿蛋了 我把蛋還你嘛 OMG 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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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啊 喔 他停了 他不追了 棒 喔 莫名其妙升級 嚇死人了 完蛋 知道 知道馨養好久喔 他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東西啊 他沒有寫說特別喜歡什麼 只能用餵的嗎 還剩下吃神奇果實 你吃神奇果實嗎 你是不是吃神奇果實啊 不要動啊 讓我抓你啊 還差一點點 差幾蘇辣 有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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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感覺他吃紅果好像給比較多 要拉死 拉死 感覺像巧克力塊 有沒有 巧克力磚 中型動物的巧克力磚 讚讚的 快點啦 Oh yeah 我們來看看 欸 你走開喔 你走開喔 欸 你們少 喔 喔 為了他過來打我 我笑死了 來 哇 有什麼功能 沒功能 呃 三角龍的話 我記得沒意外 好像要三十等才可以抓的樣子吧 那個 那個是要打我意思嗎 應該是沒有吧 不管了 哇 全部豐勇而上啊 是有多恨我啊 大哥 對不起 我錯啦 我以後不偷蛋了 我說真的 林北以後不偷蛋了 看到你們這個樣子我都怕啦 Oh my god 還在追啊 我覺得我們重燈好不好 重燈會不會好一點啊 我不知道人家進去會不會直接被烤死啊 應該是不會吧 其實還好啦 死掉就 死掉就從附近復活而已啊 沒差啦 欸 如果真的被追 用重燈大法 感覺蠻讚的喔 哈哈哈哈 會不會 這行不行得通 我們來看一下啊 欸 好像行得通欸 幹 我一進來又lag了 三小啊 是有多lag啊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稍微這個陸地呢 老頭想要稍微 平整一下吼 因為我們的這個房子啊 個人老頭覺得實在是太狹窄了 所以說 老頭準備了要稍微延伸一下吼 吼 這是誰的蛋吼 我們不要亂撿掉 被打 我們稍微延伸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 陸的這個地基呢 先稍微延伸到這個 到這個左邊來 再往上一點 讓整個地看起來比較大 不要只有像這個方方正正的茅草屋 而且之後 老頭這個茅草屋應該也會把它弄掉了 因為 舊幻星嘛 不知道那茅草屋看起來其實蠻醜的 好不好 那麼呢 老頭現在木頭差不多有400多個 沒有意外我們應該是有辦法啦 好不好 唉唷 這邊有一隻這個 麻煩的傢伙欸 這個 我們的富杰龍打得死嗎 那他會採果實跟種子 他的功能好像跟以前一樣 沒有太多的差別 打不打得贏啊 我們去把他打死好不好 這傢伙 打死他 打死他 撞死你 撞死你 欸 還跑 欸 生氣氣是不是 嫩 啊 順便練一下等級 拿一下肉跟皮革 喔耶 對吼 欸 我們溝火咧 我該不會在追的時候我們溝火被弄爆了吧 欸 我的溝火咧 阿 我 我烤的肉咧 哈哈哈哈 欸 我烤的肉跟溝火都沒去啦 被弄爆啦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在蓋這個地基木頭地基之前 我們想要 我想要再做一個溝火了 不然的話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熟肉可以吃啊 我們還有工作台 工作台到時候要想辦法去挖岩石 好不好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床 做一個床好了啦 我印象中沒有意外的話 這種簡易床 簡易床它是可以無限復活的 那時候我們上一集做的睡袋呢 好像只能復活一次 我們做一個簡易床 然後我們現在趕快弄個溝火 好 簡易床我們待會再擺 我們先把地給擴增一下 好 好 來來來來來 溝火 這放這裡好了啦 我們必須要一點肉啊 我們沒有肉不行 來點 來點這個 來點這個東西啊 茅草 茅草 應有盡有 我們那時候20塊的那個熟肉都不見了 我們這樣子才不會肚子餓啊 好不好 來吧 我們稍微蓋一下 我們身上非常多的木頭嘛 我們要先弄一下木製地基 木製地基的話 哇 也是一樣 一個茅草一個木頭 賺翻了 直接做100格不管了 而且做超快 HOLY CRAP 好 然後我們這個弄個10個 欸 這蓋房子 蓋房子的這個 比以前還要簡單太多啦 我的天啊 真的太簡單了 我們先把地基完成之後再說啊 那個牆壁之後慢慢來 我們牆壁也弄100格好了 好 牆草這個都可以補壁了 好 牆草可以補壁了 麗絲火把 這個床可以晚一點弄 我們現在要的是地基 我們地基擺哪裡比較好啊 這個蛋啦 放著 木製地基 OK 喔 牠現在做這個 我移動速度變慢了 跟以前一樣沒有變啦 完全跟以前一模一樣 喔 我要做到升級 太爽了吧 好 我們先等牠全部做完 全部做完之後我們就開始開工了 好 我們可以先蓋一下這個好了 好 我們可以先蓋一下這個好了 好 我們放一下 耶 我們有樓梯了 好 可以直接上來 多棒啊 好 我們現在開始吼 好 吃個水 OK 好 我們去搭壁 好 我要吃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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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喔 有一個 好 吃喔 好 吃喔 OK 完成完成 可以不要再做耳聽 我們終於把這個地給蓋完了 各位看一下地這麼大 我們到時候要準備擴建了 好啦我們今天這一集漸漸進尾聲了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右下角喜歡給他點下去 希望可以突破1000以上 或者是在左邊按下個訂閱 或是在下方留言說出你的想法 那我們這個地機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世界再見啦 掰掰